红竹没有想到居然连提斯大人也知道自己的名字,面上顿时觉得有些光彩,呵呵硬道,正是难为提斯大人知道小的名字。 陛下近视,乃是要害处。 范贤说道,本官即是监察院提斯,当然要小心防范,更何况前夕日子太极殿的小太监里面,才出了名刺客。 红竹一惊,不敢接话。 范贤温和说道,陛下既然信你,本官自然也是信你,对了,听说老代如今在做苦役。 红竹看了他一眼,试探着说道,是啊,挺惨的。 范贤点了点头,我也不怕什么忌讳,老代这人我打过交道,人是不错的, 小公公在宫中还请帮忙照顾一二。 红竹心头大喜,月前他就指望着能够通过代公公攀上面前这位年轻官员的门路, 对方既然这么说,那就是有戏了,赶紧恭敬应道,您吩咐,哪里敢不照办。 范贤微笑说道,劳烦小公公了,日后家中有什么为难事,和我说一声。 他不用说得太明白,对方也应该知道通过一贵贫联络自己。 回到一贵贫居住的树方宫时,真是大凑巧, 自九月后便一直没有机会朝面的北齐大公主也从太后那宫里回来了, 大公主在成婚之前,便是安排在这宫中居住。 他看着坐在轮椅上的范贤,略吃一惊,只是二人也不方便说些什么, 稍一行礼,便退到了后面。 一贵贫瞅了范贤两眼,一路从北边回来的,怎么挺陌生。 范贤时刻不忘广拉盟友,安插钉子,像大公主这种要紧的角色哪里肯放过。 只是在众人面前当然要装得陌生一些,硬道,身份不一样,再说,男女有别。 一贵贫取笑道,你这孩子,比大美女都要生得俊,不怕你去祸害别人,就怕别人来招惹你。 范贤唬了一跳,说道,已可别瞎说。 转头看见三皇子还在那里平心静心,抄书装乖巧,不知为何,气不打一处来,摇摇头问道,这事太后真允了。 话语里确实含着不敢相信的腔调。 一贵贫看着他点了点头,笑着说道,我也是今日才听陛下使允了。 不过,这是好事情,老祖宗怎么会反对? 范贤自嘲一笑,心想,事情才没这么简单。 想了会儿后,认真说道,我去江南,小三跟着我,您也舍得。 江南水好人好风物好,有什么舍不得? 一贵贫忽然招招手,让他靠近些。 范贤一眼靠了过去,离他只有一尺的距离。 似要嗅着这位贵妇人喷出来的如蓝气息,才听着他压低声音,咬牙说道,你带着他离宫里越远越好,最好能拖几年就拖几年。 范贤微正,才知道一贵贫做的是这等消极打算。 不算,摇摇头说道,一昧退让总不是个事,再说了,江南内裤也不需要花什么功夫,我只是过去看一眼,总不能老拖着。 一贵贫想了想,发现确实是这个道理,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,这话确实,陛下也不会允你总不在京都。 范贤想了想,安慰道,三儿毕竟年纪还小,不知当这么早就开始操心。 再说了,太后在宫里看着这几个孙子,太出格的事情,那几位也不敢做。 她顿了顿后又说道,毕竟咱们和其他那几座宫里不一样,上书像说话还有几分力气,父亲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退,致不济,还有我不是。 得了这句话,一贵贫终于放下心来,以目前的发展趋势,范贤在朝中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,朝中宫中往往是两厢影响的两个独立圈子,只要朝中有人,他与李承平星号星号二人在宫中也会过得轻松许多。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,大家就以经典的极为透彻,在保留了那么几分可喜憨直的一贵贫看来,自己为孩子着想,和范家绑得越紧,自然就越好。 让三哥我下江南,就有一件事情,您得圆我。 范贤瞥了一眼正在偷听,却什么也听不到的三皇子。 什么事?见他说得严肃,一贵贫也紧张起来。 我不怎么会当先生,像外放在周郡里的那几位门生,您也知道,那是他们自个十年寒窗地造化。 范贤认真说道,我只能将殿下当弟弟一样教,难免会有些不恭敬的时候。 听着当弟弟一样教这句话,一贵贫眉开眼笑起来,根本想不到范思哲如今在北边的惨状,连连点头。 范贤像看神仙一样看着他,心想这位怎么像中了星号星号彩色的高兴,试探着说道,自可能,有时候,会动手。 动脚都有你,一贵贫说得很直接,笑吟吟道,只要别打出个三长两短来,由着你怎么揉捏。 他接着叹了口气,说道,你是不知道,前些日子那个娄子弟事情,让我吓了一大跳,平日里只知道他和老二关系好,谁知道老二这个杀千刀的,竟然窜夺着平儿去做那件事。 平儿这么小的年纪,知道个什么东西?还不是被人拿来当刀子时,幸亏你把这事压下去地快,不然不知道陛下晦气成什么模样。 范贤暗笑,心想您这位儿子可不是一个善主,虽之八岁,但脑子里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复杂,又听着一贵贫低声说道,把它管教老实些,哪怕将来变成如今没用的靖王爷。 至少也谋个仪式安康啊。 范贤听着这些话,不免有些感慨,世上只有妈妈好,这句歌词果然没有唱错。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,自己的身世也证明了这句歌词的正确性。 离用晚善的时间还早,太后宫里也一直没有什么消息,范贤乐的清静,就待在数方宫里与一贵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,二人是亲戚身份,避讳也可以少些。 而且整座梁庆庆的皇宫里,似乎也只有一贵贫,这宫中还有些,人外。 奴婢参见陈郡主 随着外乡宫女们嫩脆的行礼声,林婉儿搓着两只小手就走了进来,今日她下身穿着一件匪匪色的叠层如裙,上身是件大红领袄子,袖口上严丝合缝地坠着两道狐狸毛,毛茸茸的煞是可爱。 范贤坐在轮椅上屏伸出双手,婉儿向前,将手放入她温暖的手掌之中,动作是这样的自然。 范贤轻轻揉着姑娘有些凉的小手,好奇问道,就这么这便来了。 这一身颜色有些近似于红配绿,只是红色深的生动。 翡翠透着轻贵,穿着婉儿的身上便顺眼许多,不过入宫用膳,总应该穿得华丽些才是。 林婉儿嘟嘴说道,在家里等了你老九,也不见人来,后来苏文茂叫人过来说了声。 才知道你被宣进了宫,我带着大宝回府,结果刚到门口。 就被太监拦着,拉到宫里来,先去见过太后皇后,幸亏几位娘娘都在太后宫里侍候,不用各个宫去拜,略说了几句话就来见你。 一路上匆忙着,哪里有时间换衣服? 对了,大宝呢? 范贤最关心的,就是自己那个傻乎乎的大舅子。 放心吧,若若在家呢? 林婉儿接过宫女递过来的热毛巾胡乱擦了两把。 一屁股坐到一贵贫身边,侧头笑咪咪说道,在聊什么呢? 一贵贫没急着回话,先把宫女训了几句,这大冷的天用热毛巾让郡主擦脸,也不怕待会儿出去被冷风击起,这才回头笑着将陛下的安排说了一遍。 林婉儿诧异地看了范贤一眼,这就定了。 范贤点点头,耸耸肩,无可奈何,脱家带口的,看来日后的江南之游一定会精彩万分。 有太监过来传话,请数方宫里的五位贵人去寒光殿用膳。 一贵瓶赶紧拉着三皇子的手去厚乡书席,也要好生打扮一下自己。 去着这个空,范贤压低声音问道,让你和太后娘娘说的那事, 怎么样? 林婉儿看了一下四周,摇了摇头,轻声说道, 你想退婚,这事儿又不早些和我商量,突然弄这么一出,太后怎么可能允。 再说了,我毕竟是晚辈,说这事儿本就有些不合理。 范贤叹道,若若不喜,我这做哥哥的有什么办法? 不过这事儿确实告诉你晚了些,也是想着趁着抱月楼这事儿, 红城正惹宫里不高兴,趁机将这事儿办了,哪里想到会这么麻烦? 陛下止婚,岂能说退就退。 婉儿猝着眉头,你呀,也太宠弱弱了。 范贤呵呵笑道,就这么一个妹妹,我不宠她谁宠? 我看还得公共进宫来。 婉儿盯着后香,确认没有人偷听,这才轻声说道,让老爷直接和陛下说,我们两个分量不够。 范贤苦恼道,虽说两家闹了这么一出,可父亲还真是喜欢红城。 就连红城天天逛青楼,她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,总说是自幼看着长大,两家关系亲密,总不能因为二殿下地原因,让两家就此割裂。 林婉儿扑斥一声笑了出来,公共当年可是刘金河最出名的人物,当然不以为这算什么大事。 话语出口,才觉着儿媳妇儿取笑公共有些不合适,黑黑一笑,演了过去。 范贤在着急妹妹的事情,也没揪着这话开玩笑,眉宇间一片无奈。 若若这些天,在太医院里狠证了些名声,希望海棠那边能处理好,至少将婚事拖一段时间再说吧。 舅舅轩你进宫为什么? 林婉儿问了真正关心的问题,我想恐怕不仅是老三的事。 范贤静静望着妻子,忽然伸出手,轻轻抚了一下她光润的下颌,笑了笑,没有说什么。 难道自己要对她说,你最亲弟舅舅让你最亲的相公施展浑身解数,只是为了让你的亲生母亲沦为赤贫。 好在此时,一贵贫等人已经打扮妥当出来了,棉莲一仙。 店内顿时觉得明亮了起来,范贤转过身子一看,只见一贵贫与北齐大公主携手鸟鸟而出,两位女子在事物依着妆容的巧妙式映下,容颜大放光彩,眉目如画,端庄贵言,她在心底忍不住赞了一声,所谓珠光宝气,不过如是。 大公主望着她微微一笑,却是上前与早已认识的婉儿并肩,往殿外走了出去。 冬至大如年,这一日庆国上下都在休息,朝堂亭,军队歇,边关闭,商旅休,不止京都。 实际上包括远在北方的北齐,这一天都在安心静体地过着幸福的小日子。 庆国习俗,冬至之日要吃碎肉。 京都的民宅街巷中,无数落热物从那些或宽敞或壁字的厨房里飘了起来,绕着各色瓮锅的上方绕了三转,再密着唯一的一条生路,钻出了窗楼间的西风。 这些热物中透着一股干辣椒的腥味,鲜碎肉的山味,药材的异味,吉卜的甜香味,似味骄杂。 美妙无比,弥漫在无数院落外的大街小巷中,令闻者无不动容垂涎。 寒光殿内,最尾的那张暗机之后,范贤瞪着一双迷惑的眼睛,看着自己快奸被切成耳朵模样的碎肉, 看着碗内白汤里漂浮着的菌花与名贵蔬菜,心里不禁叹了口气。 这宫里的碎肉,果然与民间不同,做工事精致了许多,却也少了那份香火温暖意。 没有豆腐与吉卜这碎肉,还怎么吃? 最大的问题是,碎肉已经是温的了,不能烫得自己嘴唇发麻,这喝着有什么劲儿? 所以,她只是勉强喝完了碗中地汤,又挑了快酱拌着饭,很缓慢而细致地咀嚼着,拖延着这顿无趣、佳艳的时间。 她眼观鼻,鼻观唇,唇寒快肩,专心无比,余光却没有流出席外,静静听着殿中这些皇族人员们的谈话,并没有插上一句,孤单地就像她身后不远处那辆孤零零的轮椅。 韩光殿是太后宫羽,是后宫之中最为宏广的一座建筑,虽然和北齐上京那败家子皇宫比起来要显得简朴太多,但依然是富丽堂皇,映竹如日,要得冬日殿内的陈设与物具闪闪发亮。 殿内诸位皇族子弟默然进食,不敢直视最上方的那位老妇,以及老妇身旁的皇帝与皇后。 今日冬至,人道的齐整,包括静王一家三口,还有被软禁的二皇子都入了宫,只是二皇子与红尘看见范贤进来时,也只是微微诧异,并没有像泼妇一般冲上来要生要死。 范贤用余光贴了一眼正习之上的那位老妇人,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皇太后,从对方眉眼皱纹里,似乎还能嗅到当年这老妇的手段与坚硬的心。 虎虎虎老并未犹在,她在最上方坐着,就连一贯放肆无比的静王爷,都显得老实了许多。 人不熟,但这宫殿她熟悉,当初玩到帅夜留香的时候,在这宫里走了两道,在老妇人床下的暗阁里摸出钥匙。 想到这件事情,她悄悄地收回了目光,无声地吃了伴着酱汁的饭。 上方传来几声老年人无力地咳嗽声,范贤低头不语,先前那一瞥里瞧见的太后面色,发现她的唇角已经开始搭了下来,就知道这位老人家活不了几年了。 陈丫头,坐哀家身边来,皇太后看着远处最伟内席上的外孙女,又看了一眼面容隐在暗影中的范贤,换道,给我垂垂。 婉儿温婉无比地起身离坐,笑嘻嘻地走到那处,凑到太后耳边说了几句什么,又用目光贴了一眼正苦脸吃酱饭的范贤,估摸着是在逗老人家开心,讲笑话。 果不其然,皇太后笑了起来,笑骂道,看来你在范府将她喂的道士宝,连宫里的饭也吃不下去了。 话音虽低,却清清楚楚传到了众人耳里,都知道说的是范贤。 范贤心头一动,唇角站出一丝微笑,心想婉儿在宫中最为受宠,看来不是假话,只要太后和皇帝喜欢她。 宫里地位自然凸显,但她的心里依然有些微微紧张,今天是第一次看见太后,这位老人家偶尔贴向自己的目光,竟让自己有些不寒而栗。 按理讲,奶奶看野孙子,也不应该是这种眼神啊,那眼神十分复杂,有一丝欣慰,二分骄傲,三分疑惑,剩下四分却是警惕与冷力。 太后发话的时候,众人已经停止进食,听着老人家在冬至帝家宴上说些什么。 今儿,人道得算齐整,去年哀家身子不适,所以没有据。 今日看见驸马的模样,哀家心里也高兴。 皇太后嘴里说着高兴,脸上却没有丝毫表情,转向皇帝说道,只是你那妹妹一个人在信阳待着,总不是个事。 这女儿女婿都在京都,她一个妇道,人家老住在离宫里,我是不喜欢的。 范贤心中冷笑,知道终于说到正题了,意思很清楚,连自己这个驸马都能参加皇族的家宴,为什么长公主却不能? 皇帝幽深的眼神一闪,硬道,天气冷了,路上也不好走,开春的时候,就让云瑞回来。 听着这话,皇太后满意地点点头,范贤注意到对面二皇子的左秀有些不自然地抖了抖,想来这位被自己整治得万分可怜的人凶,知道大元即将抵京,心中激动难忍。 只是,为什么太子的神情有些古怪? 后面又说了些什么,范贤并不怎么在意,皇族家宴实在无趣,只是听着太后偶尔提到自己的时候,刻意流露出来的那一丝冷淡,让她的唇角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丝自嘲来。 她曾经听说自己受伤的时候,太后曾经为自己祈福,又得了太后赐的那粒珠子,本以为老人家的心软了,自己那颗坚硬的心也有些松动。 不料看情形,只是自己瞎猜而已。 也罢,大家就比比谁地心硬吧,你们这些地王家的人天生心凉,咱家这二世为人的怪物,心也不会软和到哪里去,至少要比这冷汤里地碎肉要硬上三分。 既然君不君臣不臣,父不父子不子,祖不祖孙不孙,自己还用得着忌讳那丝莫须有的血缘关系。 虽是抄袭文章的骚客出身,但范贤终究是个好文之人,骨子里摆不脱那几落酸气傲骨,在这冷落的寒光垫上,竟是直起了身子,挺直了腰板,面虽微笑,回话却是并不刻意讨好太后。 更不会舔着脸去冒充晚辈让老太婆遗孙为乐,一时间,竟让韩光殿内的对话显得有些尴尬和冷淡。 除了太后之外,殿内这些娘娘皇子们对范贤都极为熟悉,知道这位驸马爷可不是个简单角色,要说哄人为乐,那更是他最擅长的小手段。 所以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范贤不趁着今日家宴的机会,好好地巴戒一下皇太后。 皇帝不以为然,以为范贤脑怒于丈母娘要回京的事实,有些失态。 太后却以为这个年轻人,天生便是如此凹凸无状,心中更是不喜。 看着这一幕,皇后不明白范贤想做些什么,眼角露出一丝疑虑,宁才人在皇太后微怒的眼光注视下,豪迈至极地饮着酒,书贵妃小口抿着,一贵嫔呵呵傻笑着逗太后开心,替范贤分去挤道,注视。 其余诸人中,大殿下糊涂着,二殿下偷乐着,三殿下佩服着,太子殿下走神着,只有靖王猜得离世时近了些,暗中摇头,心想读书人,果然往往会冒出些淤气。 伏在皇太后身边的婉儿,有些担忧地看了范贤一眼。 寒夜之中,雪花在起,纷纷洋洋洒着,皇宫脚门处,范贤坐在轮椅上,微微低着头,面色宁静似无所思。 林婉儿有些担心说道,相公,没事吧? 没事。 范贤依然死死低着头,我只是在冒冲敌飞惊而已。 虎卫与启年小组来了,夫妻二人上了马车,马车往范府驶去。 马车中,林婉儿好奇问道,狄飞惊是谁? 一个一辈子都低着头的人。 范贤笑了起来,不说他了,赶紧回家吃碎肉吧,父亲他们应该还等着的。